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泡阿德州第73集 那让我话不多说了 直接进入今天的排局吧 这边上来就是一个50 20强抓的一个排局 我们仅仅买入2000块钱 100个BB 来看看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因为毕竟第一次在这里打牌 那我们在抓位然后中位选择了一个Limp 20块钱 行动一招的Button选择了一个Open 50块钱 小毛大毛弃牌之后我们在抓位看牌 看到利手可以勾方片 可以做3B可以平跟 毕竟刚坐下来嘛 想看看情况 所以我们仅仅选择了跟注 我们跟注之后中位也是有能跟注 我们三人一起去看一个翻牌 那么翻牌是9圈勾 两张黑桃 我们这边是中了一个中队 大提角 包括一个前面的一个卡顺 一个后面的听花 还算是一个不错的翻牌 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在前面选择过牌 中位也选择过牌 这时候行动的Button玩家 Button玩家在一个170的底池里 下注了一个半尺不到的下注 仅仅是一个75块钱 那我们这边当然就选择轻松跟注 我们跟注之后中位棋牌 所以我们两个人一起去看一个转牌 那么转牌是一张草花2 对于这个牌面来说 是一张最干净的一张白牌了 我们在前面选择选择过牌 没想到的是Button 是在后面是秒checkback 我们两人去看一个合牌 那么合牌是一张黑桃4 这时候的前门花是到了 但是我并没有把对面 放在一个黑桃的桌上 因为毕竟对面手里的一些AK黑桃 A圈黑桃 A10黑桃 在这个翻牌都会选择一个下注的 最差最差一些68苏 也有一个卡10的顺子抽 所以说在这个转牌出草花2的情况下 就能够秒过牌 我并没有把它放在一些黑桃的桌上 所以说我们这边想想 还是跳出来打了一个2分之2 225块钱 因为这样的话 我想把对面一些像是圈石 A钩这种可以收到的 比我们好一点点的牌给打掉 那我们下注之后 这个Button是选择了一个秒记 我们成功收下了这个地址 那我们继续来到下一手牌 所有人都选择了一个气牌 一直气牌到了我们在大盲位看牌 我们在大盲位看牌看到了一手KK 那面对下面的一个Stradle20 我们仅仅选择了一个补齐 这样的话我们想induce这个Stradle来偷我们 因为毕竟我们是一个大盲防守 一个跟注补齐的一个范围 结果他也选择了一个check 所以说我们两个人一起去看一个翻牌 那么翻牌是高49彩虹面 这个牌面对于我们的KK来说 还是非常舒服的一个牌面 所以说我们在一个五十五底身 下注一个半吃多余点点下注 35块钱行动到了抓位玩家 抓玩家想想之后 选择了一个跟注 两个人去看一个转牌 那么转牌是一张方片6 因为毕竟是一个大盲跟一个抓位的另不吃 所以有很多的宽的范围 我这边想想因为毕竟翻牌我们也隐藏自己的牌力了 所以说这里我们就选择了一个过牌 希望对方接触一个范围跟一些牌力来去偷我们 或者去拿一些价值他的勾 但是我们选择过牌之后对面也选择了一个checkback 我们两个人去看一个合牌 那么合牌呢是一张方片4 一张叠牌 那么行动是从我们开始 我们这边觉得对面还是应该没有什么太强的牌力 我们想tug他的9 但如果只打一个670的话呢 可能也是太歪了 非必会跟着 反而呢说打一个超池可能会好一点 如果他觉得我们是一些圈石的miss之类的 可能会来抓我们拿他的9 所以说呢我们在一个125底身下注的一个超池 175块钱 就去tug他一些像90啊89啊 这种中队的牌力吧 因为我觉得有勾的话在他turn上他应该已经会动了 合牌的话应该是去打一些极限的value了 如果没有的话呢我觉得也无所谓 毕竟我们我也不想把我这个KK啊给秀出来 因为挺尴尬的 这个大忙我也去评高一个struddle的一个20块钱的一个KK 我也不想让别人看到嘛 所以说我觉得打一个超池也算是保护了自己的手牌吧 如果他靠不下来的话 那对面呢想了很久之后呢也选择了一个气牌 那我们这边啊是拿下一个mini wing吧 这把牌其实价值措施的还蛮多的 如果翻前就做open的话说不定肯定是能拿到更多的钱的 那让我们继续啊来到下一手牌 这把牌呢我们在枪口位看牌看到了一手AK杂色 非常不错的起手牌啊选择了一个open 60块钱一个正常的三倍的一个加注 那这边呢行动是一直弃牌弃牌全部弃牌 弃牌到了大忙玩家 大忙玩家看完之后呢是选择了一个跟注 大忙跟注之后呢这个抓位啊也选择了一个补齐 所以说呢我们一共啊是三个人一起去看一个翻牌 那么翻牌呢是RKA彩虹面 我们一句非常好啊是又中了一个顶两队 那这边的行动是从大忙玩家开始啊 大忙玩家想想之后呢选择了一个过牌 大忙过牌之后呢抓位也选择过牌 请到了我们 虽然说呢我们中的非常的磁势啊 但是我们觉得呢还是为了保护我们的范围 还是要选择一个下注的 对面想买呢还是可以去跟注的呀 所以说呢我们在一个185下注一个半吃多一点点 105块钱 那么两个人呢全部齐牌了 果然既然啊这个重牌游戏还是非常的简单的啊 一枪C败直接收了一个100多块钱 非常的开心哦 那么在这个King's Lounge的每一次Dealer Change的时候啊 我们都会玩一个Double Board Pialo 帮炮啊 这个游戏呢就非常有意思啊 之前我们也做过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啊是一共6个人 每人呢是放30块钱 所以说呢吃力啊一共是180块钱 我们直接去看一个翻牌吧 我们手里的牌呢拿到的是一个6勾99 然后是9勾红桃啊 上一个board呢是12A彩虹面 下一个board呢是一个勾6勾 我们在上面没有击中 不过在下面是一个击中一个NATS的情况啊 那这边呢当行动check到我的时候呢 我就在一个180几成年下注的一个捷径板 这下注啊175块钱 那后面的两家气牌行动呢是到了Button玩家 Button玩家想想之后呢是选择了一个跟注 Button跟注之后呢小王跟大王是都选择了气牌 所以说呢我们跟Button两个人去看一个转牌 那么转牌呢上面一道是一张方便圈 下面一道呢是一张红桃2 我们在上面呢牌力提升变成一个两头摇顺啊 我们是一个摇8跟摇K的一个顺子听牌 下面呢我们还是保持一个NATS的一个情况 那么行动从我们开始 其实呢我们完全可以继续去打一个POT 但是呢其实是两个人单挑的一个帮POT 很大容易系会也是一个CHOP 可能会需要很努力才能把对面一个CHOP的牌给打掉 所以说我们想想如果说真的是一个三刃持 我们会毫不犹豫的去打一个POT 但是两人单挑持的话我觉得呢我还是希望控制啊 因为大家后手其实都蛮深的 所以说呢我们也选择了一个CHECK 对面呢也选择了CHECK BACK 我们两个人去看一个合牌 那么合牌呢上面一道是一张草花5 下面一道呢是一张红桃7 嗯都没什么态度的改变吧 行动从我们开始 既然呢我们在转牌已经是空持了 那我觉得呢我们这边还可以继续去打一枪吧 我们就在一个430比尺呢打进了一个半池的一个下注啊 250块钱 那么行动呢是到了这个BOT玩家 BOT玩家看上牌之后呢想了没多久啊 就选择了一个跟注 那他跟注的话呢我估计我们也是CHOP的吧 我们售出了我们的GO6的Full House 那对面呢售出了一个上面一道的10-10 那我们是一个平分的这个Double board 那么确实啊也是 其实这个Double board皮尔托的最有意思呢 就是经过一个这个Flop的处理之后啊 还留下来了大于两个人 就是多加抵持 那这样的话呢肯定有一个人的钱呢 会被平分掉最起码 所以说那样会更刺激 那如果处理完之后只有两个人去看到转牌的话 其实大概率啊应该也是一个称呼了 就波动就不会有那么大了 不过也没有关系啊 不用一个番茄的一个不错的一个死钱 很开心了 那让我们继续啊来到下一手牌 这时候呢牌桌上是只有五位玩家了 那么后面的玩家都选择了一个7牌 形容是到了大猛玩家 大猛玩家看牌之后呢 选择了一个补气跟注 我们在抓位看牌呢看到了一手这个K圈杂色啊 那对于一个五人桌来说呢 K圈杂色已经是一个番茄非常好的一个牌了 所以说呢我们虽然在那儿做一个大适合open了 我们想想之后呢直接拉到了一百块钱 那么形容是倒回了大猛玩家 大猛玩家想想之后呢也选择了一个补气跟注 所以说呢我们两个人一起去看一个翻牌 那么翻牌呢是9K5彩虹面 我们运气非常好啊 中了一个顶队 那郑亚人呢要拿一枪价值了 我们呢觉得200块钱的底池呢 我们也不用下注太大啊 先拿一点点value吧 我们仅仅下注了一个不到半池下注啊 75块钱 那么形容呢是到了这个大猛玩家 大猛玩家选择了一个跟注 两个人继续去看一个转牌 那么转牌呢是一张红刀3 多了一个后门花呀 那只不过这张3也是非常 我们非常喜欢的一张牌 毕竟是一张比较小的一张白牌 前面玩家选择过牌之后呢 我们还是继续肯定继续去一个 肆无忌惮地去拿一些价值 我们想想之后呢 我们在一个355的底池下注了一个三分之二 230块钱 这个价格呢我觉得对面一个比我们弱的K 或者9甚至一些像石沟红桃这种 一味一张3 比方一个这个花顺抽这些牌 都是一个不错的价格 只不过对面是看到我们下注之后呢 就选择一个7牌 我们又是一箱小众一箱大众呢 就把这个池拿下来了 今天真的是非常顺啊 基本都不用合牌售牌 就把这个钱拿下来了 所以我觉得一个非常舒服 也是一个比较轻松的牌局吧 对于我们来说 那么很快呢 又是一个dealerchange啊 那我们又是来的第二场这个帮炮 那让我们直接啊是进入一个翻牌 那么上面一道呢 是一个630两张草花 下面一道呢是三张黑桃598 我们在下面一道种了一个天花呀 但是我们位置最差 我们选择这个check 后面的四个人呢全不选择过牌 所以说呢我们五加一起去看一张转牌 那么转牌呢上面一道的是一张红桃勾 下面一道的是一张红桃三 我们上面一道变成了一个两头摇抽铜花顺啊 那下面一道的我们还是一个七花 所以说呢在一个flop没人处理的情况 我们还是打了一个半匙75块钱 那后面两家七花中的到了kartoff kartoff选择了一个跟注 kartoff跟注中的情况的button玩家 button玩家想了想之后啊 居然在这个牌面是做了一枪race啊 他race到了一个275块钱 一个非常大尺度的一个race啊 那button的这个race呢 其实真的是把我们难受住的啊 因为我们其实底下只是有一个七花 但凡他们两家都有一个比我们大的花的话 我们现在是处于一个join day的情况 只不过上面呢我们有一些equity 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抽后门花和后门顺 包括这些一些可能性 所以说呢我们是有点后悔的 我们觉得如果说我们当时是今天继续选择一个过牌 然后对面下注我们跟注 就不会有一个非常难受的一个情况给自己了 这个情况的话呢我们这边想要 如果我们这边跟注 那我们也不知道kartoff的情况吗 kartoff知道轮出来怎么办 如果他不轮他跟注 那我们合法也动不了 对面继续打的话 我们如果没有种花 我们这个七花是不是也要弃 那如果要是在river 我们会弃掉自己的七花的话 那我们想想还不如是在这里就弃掉了 因为我们感觉其实没有必要在这里啊 就是去继续去搏了 那我们想一想之后呢 还是啊就是很纪律的把这手牌给弃掉了 那我们弃牌之后呢 行动是到了这个kartoff玩家 看到人家想了很久之后啊 他也渗入了一个非常尝试的一个思考 想一想之后呢 他还是决定了选择那个跟注 那这样也挺好的 七花之后啊我们可以继续去看他们 哎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说不定呢我们这边有可能是nice fall啊 或者bad fall 我们起码可以看到合牌 那他跟注之后呢 两个人进入一个合牌 那么合牌呢 上每一道是一张方便8 下每一道是一张草花4 那我想正在期待他们是怎么样的 一个战略的时候呢 结果啊两家啊 是都选择了一个checkback 那我一想完了 我们应该是一个bad fall了 那果不其然呢 这个bottom玩家售出了一个勾勾啊 他上面一道是一个这个 在turn上呢是一个这个nice啊 勾勾一个顶set 然后下面一道啥也没有 然后结果呢 居然啊两道他都大了 呵呵呵 那我是真没想到说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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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道拿张牌跟着呀 然后我们也是觉得说 哎你这个跟这个button聊天啊 说你真下周的下周好啊 把我们一个添花给拿走了 哎没办法没办法 那这把牌呢也是 就是弃给自己的纪律吧 但是我觉得也无所谓啊 确实有时候你要是纪律的话 你就要承担说自己有一个bind fall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呢哎 没关系继续吧 那让我们继续啊来到下一手牌 这时候呢牌中上是回来两个人啊 有七位玩家了 那么行动呢是一直弃牌啊 弃牌到了我们 我们在cut off呢看到了一手69红桃 嗯反正前面没有人open嘛 我觉得69红桃也算是一个不错的 可以口网性的一手牌吧 嗯所以说呢就选择了一个open啊 60块钱 行动是到了button玩家 button玩家呢 我觉得是这桌上唯一一个 可能比较rag的一个player吧 他挺有action的 就是除了他以外 其他其实都挺就是calling station的感觉 那他呢对我们进行了一个sandby 在button上啊 他选择3p到了一个200块 后面的小大忙跟抓尾都选择器牌 行动到了我们 我也分析到了那些点啊 就是他是一个regular 然后他比较的aggressive 而且呢他又在button 我觉得他如果在button想玩的一些牌 他都可以做一个sandby的 去把那些后面那些死钱给抢下来啊 所以说呢我觉得呢 我这边69红桃也可以给他翻后啊 去打一下 因为我们的筹码都很深嘛 我觉得选择跟注也没有关系 我们选择一个跟注 两个人去看一个翻牌 那么翻牌呢是2 10 6彩虹面 还算不错吧 我们中了一个中队的一个后门的花顺抽 所以说他还算是跟我们很有关系的一个翻牌了 起码没有那种ak圈的这种情况 那我们在前面呢 选择一个正常的过牌 其实是交给了button玩家 button玩家呢在一个435地区 仅仅仅下注的一个不到三分之一的一个下注啊 非常非常小 130块钱 我觉得呢面对这样的一个下注来说呢 我们觉得我们这边啊中了一个中队 后门花顺 起码呢还是可以扛一枪的 而且呢对面有很多任务量高章嘛 像AK啊 H1啊 我觉得都会选择一个sandby sandby很小嘛 我们这边呢选择一个跟注 两个人去看一个关键的转牌 那么转牌呢是一张红桃圈 也算我们的牌呢进一步提升啊 变成了一个中队抽花 也算是一个非常帮助到我们的一张转牌了 那我们在前面继续选择过牌 形容是到了button玩家 button玩家思考片刻之后呢 他在一个接近700地区啊 下注了一个四分之三朵的一个下注啊 525块钱 一个比较极化的下注啊 因为他flop体系下注了一个不到三分之一 130 直接转牌就平成525了 那他还有2000朵块钱的一个后手啊 那么形容是到了我们 我们这边如果我们这边有2000左右的一个后手吧 如果我们仅仅去跟注这个525块钱 如果合牌没有出花 我们就给check 然后对面all in 我们得真的要弃掉 那如果说我们这边买到了花 那我们要dunkall in的话也很奇怪 所以说我觉得跟注是一个非常差的一个选项 那我们就想象我们今天这个形象真的挺好的 我们没有那种疯狂的操作 从来没有all in过 那我们想一想之后呢 我们要不然就是直接去提升一下 就是说直接去赌一把 那我们就是去把我们这个6去转仗 那我们直接就喊出了一个2000刀的all in 结果我们all in还没说出来 刚把筹码肉出去 其实对面就选择了一个秒气 那我估计对面可能是一个A勾AK 这种就是在转牌有一个卡顺的情况 对我们来一个满持嘛 他就希望我们去气牌 打掉我们很多的气牌率 那他面对一个all in或者race 才选择一个气牌 那果不其然这一次呢 我们是一个猜对了 那我们这边退出all in 受下一个非常大的地址 那么最后呢 我们其实是仅仅打了两个小时的牌 那么buy in了2000块 开始要的是2670 一小时赢了300多吧 嗯 其实我感觉今天的action也没有那么的好 感觉这个桌上的人确实有点无聊了 没有说想象中那么大的一个action 这也无所谓了 我们就是每个地方都去一去 每个地方都体验一下 看看哪里好玩哪里怎么样 所以说呢 就到处陪大家转一转吧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那我们下期再见了 各位晚安 拜拜